不是 他这个怎么是反着座的 整个的空间说句说话长度上 基本上和其他的顶级航式的这个头等舱没有太大的区别 但是宽度你们能看到明显 我的肩膀基本上就和这个头等舱的座位 它的宽度差不多了 但是如果你去到其他的航式 你会发现其实其他的航式基本上是有这个的两个宽 正常的话你的腿部空间大概是有这么多 基本上我的身高定一米出口就基本上顶着头了 所以如果你的身高再比方说高一点1米85的话 那其实这个头等舱的长度你也会觉得略显不足 这是一张美国航司头等舱的机票 它的售价大约在1500美金 不过今天的这家航司非常的特殊 因为很多人认为它是全美国乃至全世界口碑最差的航司 我给你们看一看网友的评价先 这头等舱的服务真是笑 我只是说了实话 他们居然把我列入了禁飞名单最烂的航空公司 最差劲的航空体验 飞这一家航司默契 到底有没有传闻中的那么糟糕呢 像他们家的头等舱又吃些什么呢 今天就对大家一谈就解 哈喽大家好我是君小树 今天的这趟旅行非常的特殊 不光光是因为我们要去体验美国的最差航司 更重要的是今天是520的兄弟们 今天这个特殊的日子里面 我邀请了一位重要的嘉宾 大家可以猜猜是谁啊 老李船长 老李怎么这么黑 什么意思就是这话呢 兄弟们 我平时就是也比较爱护肤 此处印有广告 不过呢就在这里再说一下啊 今天的这一期视频呢 也是很多小伙伴们点名要看的 哦 这1500呢买了就买了 没问题 两张机票的3000块 就要你们手上的一个赞 一个赞 多一个都不要好不好 多一个不要给两张就买 给两张就买了 给两张就买了 大家说OK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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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他这个 这个怎么是反的 反的座的 我靠 不是 你看吗 这是对的座的 然后那边对这边 那边对这边 这是一个反的座的 哈哈哈哈 这个 我嫂是有点干大吗 对 对 旁边的老大爷看我们也有点太熟 你之前见过我拍的鞋子 有隔间的 可以关起门来 他能洗澡 这个不仅没有关起门来 而且 拍的跟大爷对视 我嫂有点干大 你坐牢的感觉 只要我们不干大 干大就是大一身 整个的空间呢 说句说话 长度上 基本上和其他的 顶级行事的这个头等舱 没有太大的区别 但是宽度 你们能看到明显 我的肩膀呢 基本上就和这个 头等舱的座位 它的宽度差不多了 但是如果你去到其他的行事 你会发现 其实其他的行事 基本上是有这个的 两个宽 所以 头等舱跟经济上 最大的区别 它是可以躺平来睡觉的 但是这么窄的位置能躺平吗 我特别的好奇 正常的话 你的腿部空间大概是有这么多 基本上我的身高 一米出轨 基本上顶着头了 所以呢 如果你的身高再 比方说高一点 一米八五的话 那其实这个头等舱的长度呢 你也会觉得略显不久 然后在上面的设施上的耳机 起速包一副 因为我们今天飞的是 从夏威夷飞 洛杉矶阿罗哈 夏威夷特色 耳塞 牙刷 这个是 hand and body lotion 护手霜 还有一个眼罩 怎么说呢 就是它这个头等舱的设施呢 就不会像说阿联球航空 那个土豪航空 送的还是名牌的起速用品 那它这个呢 基本上就是一些最基础 最基础的一些用品 怎么样 大家觉得这个起速包值不值得 抽了 抽了 不合适了 我操 你看啥这个位置 干不干干 真的 干干干干 正常的话你不是这样子飞吗 然后咱俩现在反过来 一会儿起飞 但是我们咱俩不往前一样 不得往前一样 这也太奇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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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真的 看看看看 这多多多 再给你们看一下啊 我个人呢最关心的一个问题 那就是在飞机上 看看它这个头等舱的WiFi 大概也要花多少钱 如果你在飞机上呢 仅仅只是发短信的话 那价格是免费的 如果你是tmobile的用户的话呢 也是免费的 但是如果你这两个都不靠 全程四个半小时的价格呢 是8块钱 怎么样 你们觉得8块钱 四个半小时贵不贵 不是 我一坐成本舱我还得花钱 这合理吗 也是 确实不太合理 但不得不兄弟们 你们可以说一下贵不贵 大家觉得这8块钱怎么样 贵还是便宜 来发你的答案就说那不成 那就去看看好不好 好我们今天的这个头等舱美食来了 这一份呢是一个照烧鸡 这个呢是饭团 甜品的部分呢是蛋糕 还配了一个非常简单的面包 他这个头等舱的美食呢 确实是看过去啊 稍微简陋一点 真的没有关系 对不对 我们尝尝味道好不好 味道呢还是最重要的 好来 照烧鸡 尝尝 嘿嘿嘿嘿嘿 要再看不得不说 这福音源还是很热情 但是口味呢却实差一点意思 这这个肉你看都这样 这一片 毫无时鈯的一片肉 正常的菠萝是不是黄色的 对啊 它这个菠萝基的菠萝 现在颜色变成橙色 可以像土豆了 像土豆 decentralized 我呢平常跟她是像师派东西 我高院得尝一口 今天呢不用了老李 你慢慢吃 这么客气啊 没有什么 我怕你吃过 你多尝尝 再试试这个 这个不知道什么丸子 视频商伙伴有没有知道这是什么 就我能理解这东西大概可能是日常 就是它是冰的 凉的 就你们吃过那种隔夜米饭 隔夜米饭之后那种口感就会变得特别的生硬 它这个饭团就是这种感觉还不好吃 再试一下甜品的部分 甜品这个东西一直以来老美的甜品就是这个味道 就每一道甜品都做死甜死甜 你怎么觉得 你看牢里都没怎么吃完 小伙伴们应该都是这个有主见的 你们觉得对我们今天来的这个美联航的投稿场 光美食的部分 如果是一到十分的话 你们能拿钱 把你们打的鞋打不上 我们看看好不好 看一看 好吧 今天整个美联航投稿场 整个体验下来 确实会比想象中的要糟糕一点 当然也有可能是夏威夷飞洛杉矶的这条航线的人 不知道有没有坐过美联航 其他航线头的老板 如果有坐过的呢 你可以把你们的体验感写在评论区 好吧 那这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面的容论